苹果今天开放iOS 17.2和iPadOS 17.2系统更新,推出日志应用,这款全新APP能帮助使用者反思日常时刻和生活中的特别事件。 日志APP在你的iPhone会利用装置端机器学习技术,根据照片、音乐、体能训练等资讯产生个人化日志建议,让你回顾过往,记录精彩。 透过日志,使用者可以轻松上手,记录简单的文字内容或新增丰富的详细资讯,例如照片、影片、位置或录音等,让内容更完整。 在日志中加入来自其他APP的新闻文章、音乐或podcast等内容也相当容易,使用者可以将它们加进日志APP中并撰写相关内容。 日志APP可帮助使用者透过写日志的方式来反思并记录感谢的事项,进而促进身心健康。 透过日志,使用者可以记录并书写生活中的日常时刻和特别事件,并附上照片、影片、录音、地点等内容,打造丰富的回忆,装置、端机器,学习提供隐私、个人化的建议来提供日志内容的灵感, 还有可自定的通知帮助使用者养成书写习惯。 日志的建构以隐私为核心,当iPhone使用密码锁定时,日志APP中的内容会经过加密处理。 此外,使用者可以选择启用辅助身份验证功能,使用装置密码、FaceID或TouchID来锁定日志APP。 以上是苹果iNews报道。